锤吊猪天 1196级 白虎煞神钢 北风坐在寿车之内 默默地调吸自身的气血 突然增长的气血 让这衣服身躯有些不适应 别看北风之前轻而易举地 击杀了十来个人 但是衣服之下的皮肤 都是传来一阵阵的刺痛 有血珠子皮肤之下渗透出来 这是因为 突然暴增的气血 让这具身躯承受不住了 要不是北风的神魂力量 还在完美地掌控气血 恐怕这具身躯呢 都将承受不住 如今这副身躯的素质 超过寻常人的两倍 在普通人中 也算是十分不错了 配合我的技巧 也算是有些许的自保之力 只是垂掉经验的消耗也是不小 仅仅提升 这样一具身躯的气血 就消耗了一千垂掉经验 北风此时呢 算是明白了垂掉经验的重要性 要是没有垂掉经验的帮助 或许自己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才能够再度修行至 自身原本的境界 看来 需要大肆地收集各种资源了 就算我用不到 但是当我的真灵回归时 这些资源 就是垂掉经验的来源 北风自语着 一路上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只是小桓与两位小丝吓得不轻 看向北风的目光之中 总是带着畏惧 售车缓缓地 驶如一条宽阔的主道 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 各种各样的售车 也是渐渐多了起来 有的是高达三米 浑身长满了鳞片的骄马拉车 有的则是体型庞大的豹子拉车 一座雄伟的城池出现在主道前方 城墙高达 高数十米 宽五米 城墙门前站立着两排 手持刀兵的士兵 天封城 阎国三十六座巨城之一 这其中 当有我需要的东西 北风掀开了窗户 注视着这座大城 进入城中 街道宽阔无比 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 两边的店铺繁华无比 北风现在占据的这一幅身躯 生前只是一位富商的子嗣 家中资产破为丰厚 在富商还活着的时候 自然一切无忧 当富商去世之后 陆屋接管诸多的生意 偏偏为人不知道变通 死脑筋 导致富商生前留下的诸多人脉 一一消失了 掌握了大量的钱财 又没有与这份钱财符合的实力 自然结果呢 就是被其人眼红 直接一拥而上 将偌大的山行一一吞下 要不是富商生前留下的人脉中 还有不少人不忍开口 陆屋早就被扔到水里 喂了水神了 但绕是如此 也有人暗中下手 没有要了陆屋的命 但却让陆屋若不惊风 最终导致被北风占据了身躯 两位小司赶着售车 来到了一座宅子之外 小桓也是扶着北风下了售车 进入宅子里 这一栋宅子的面积不大 而且位置也并不太好 仅仅是靠近内城 富商生前可是住在内城之内的 院落占地数十亩 家铺上千 而现如今落得如此的境地 也是让不少人唏嘘不已 少爷 您回来了 老管家金帮上前恭敬地说道 同时转头吩咐厨房准备一些吃的 嗯 张伯说过多少次了 不用叫我少爷 北风吸收了陆屋的记忆 自然也就顺着陆屋的记忆来 没有露出半分的马脚 那可不行 尊卑有别 老奴只是下人 张伯笑着说道 张伯 我想要习武 我记得当年有一本功法 就是放在你那里吧 北风坐在桌子旁 吃着可口的饭菜 开口说着 少爷 您的身子不适合习武 当年老爷花费了万斤 轻动了白虎煞神堂的一位强者 在教导过您之后 只言少爷 您没有半点的希望 直接就离开了 后来老爷去世后 少爷您的身子 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大夫人说 少爷您习武 反而会加剧病情 万万不可呀 张伯 担忧无比 不知道为什么 少爷突然又想要习武 急忙劝说 张伯 我心中有数 这一次外出之后 我发现我的身体好了很多 再说我知道分寸 一旦不对劲 我会第一时间停下来 北风不在意 眉头一皱 咽下了食物 而后筷子夹下了一道素材 味道还不错 至于张伯所说的话 北风没有理会 既然少爷决意如此 老奴不敢违背 但少爷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可强行地休息 一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定要停下来 张伯对着北风嘱咐着 而后离开了房间 白虎煞神堂 乃是阎国的力量 类似于锦衣卫 北风放下了筷子 擦了他嘴巴 自言自语 这十多天以来 北风先后强化了一下自身的气血 如今这一幅身躯 已经接近普通人的极限了 身体素质超过寻常人的五倍 而强化这个过程之后呢 这幅躯体又达到了一个极限 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很快张伯去而复返 带回了一个秘侠回来 打开之后 露出了一本泛黄的现装书籍 白虎煞神刚 书籍的封面之上 银沟铁画书写着五个大字 一股煞气扑面而来 少爷 这就是当年那位 白虎煞神堂的强者留下来的 张伯取出这本书籍 交到北风的手中 张伯有些感慨 当年那位白虎煞神堂的强者 教导了少爷一段时间之后 说少爷没有半点的天赋 临走之时 留下了这本 白虎煞神刚 算是抵了万斤 张伯 家中还有多少钱财 北风一边翻看着手中的书籍 一边说道 少爷 家中钱财不多了 只剩下不独千两白银 以及一栋酒楼 一栋兵器铺了 张伯乃是老人了 陆屋都是其他看着长大的 因此陆屋对其颇为信任 家中的钱财 也是交由张伯保管 北风河拢书籍 揉揉太阳血 取五百两银钱出来 我有用 少爷 没有五百两银子了 过两日冰器铺需要采购一批矿石 还有酒楼的日常开销 取出五百两银子之后 剩下的银子不独于周转所用了 张伯苦着一张脸 酒楼每日都是有所亏损 而铁匠铺子虽然有所盈利 但却是不多 出手吧 将兵器铺子和酒楼都卖掉 北风不加思索地说道 不可少爷 要是卖掉了酒楼与兵器铺子 那就彻底地断了基业 坐吃山空了 家中的钱财支撑不了多久啊 张伯文言一愣 而后结盟劝说 希望少爷能够打消这个念头 不用多说 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北风头也不抬 加重了些许的语气 而后离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 开始修行白虎煞山岗 听众朋友 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